小牛趴在草地上休息 四名学生逐渐逼近 随后一名穿白衣的男子 手突然拿起喷雾就往小牛喷 小牛吓得跳了起来 而四名学生仓皇逃跑 过程中还不断嬉笑 目警民众目睹这一切 觉得非常难过 认为国中生的行为非常不恰当 二号早上七点 在阳明山的晴天岗 看到一群青少年跨越围栏进到草原 不断动弄牛汁 还拿辣椒水喷 国中生拿辣椒水喷小牛 不只骚扰牛群 还可能让自己身陷危险之中 一看到牛靠近游客 远景上前劝离 两年前就有富人 在晴天岗遭到牛汁攻击 急救十五天后不幸身亡 不只台湾有野牛攻击事件 在美国更是屡见不鲜 美洲野牛突然狂奔 冲撞眼前穿着白衣的九岁女童 将她整个人撞飞 女童被抛上天 在重衰落地 好在幸运保住小命 你在她的 她知道你在那边 可是你越来越靠近她 她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时候 她有可能就会很警戒 甚至会对你冲转 因为你有一直对着你 她在观察你的 那个动态的时候 你自己就要小心了 别看野牛很温训 就放松警戒 游客最好还是保持距离 才能保护自己安全 三线刘比嘉章 启云台北参谋的